咱们叔叔如何剔肉啊 来往这看 天地的小铝鸡 小铝鸡是撕下来啊 看好 往这一弯 哎 拉断以后撕下来 撕下来比较干净啊 哎 你看 一点筋没有没有 炒菜最嫩啊 来 去囊串 看怎么去啊 用手一拽 把囊串拽出来 然后把这个角 哎 修得干干净净的 这是一块囊囊串 也叫下拽 来 后腿分开 看怎么分 来 关键来了啊 露出这个后腿的瘦肉 看刀 往那下 第一根 第一根鸡骨 贴着第一根鸡骨 啊 走 切着肉鸽的 看好这个 这个刀下刀 哎 对 贴着第一根鸡骨 从这下刀 拉头 从第二根鸡骨 刀根来这么一切 来 看好 一掰 就这么轻松就掉来了 后肘 看好啊 摄影师来个特写 第一刀 先拉头肉皮 手一摁 这不就露出这骨缝了 然后 准这骨缝一拉 个背 这后肘下来了 看那个尾骨啊 刀 切着这个尾骨 走 到这了 哎 棒骨和这个尾骨 连接处 往这一勾 下面是这个棒骨 刀贴着这个棒骨 看好啊 九十度 往下走 棒骨上都用瘦肉包着 但是不能带肉太多 哎 提起来 替这个尾骨 看啊 刀往起翘 刀是往起翘 看这个地方 转圈这个地方 哎 拉下来 后腿半骨 就这样 这是空心的 里边前是骨髓 这个凹汤最好 来开这个尾骨 剃成这样 你看 再往下 就是猪尾巴啊 这个红烧 红烧猪尾骨 来 后腿来个特写 你看 没有碎肉 气得整整齐齐的 吸起来一块肉 也不能掉 哎 来 这个地方 五花这个地方 这有一个淋巴 去掉 看这个下串 修 那叫修肉 修干净 哎 把瘦肉往这一盖 哎 就整齐了 看 气这个排骨啊 气这个排骨 来 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啊 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这 这下边是 下边全是 你看 软骨 发白这个地方 这就是软骨 说说咱们气这个时候 不要紧贴这排骨头 要绕 要离开这个排骨 两指 来 看好啊 画轮廓 走 走 走 然后刀贴着这个排骨走 一刀挨着一刀 哎 把排骨 剃到这个位置 这时候 该气击骨了 一个时候 踢起来 看好啊 满刀 满刀走 把这个童鸡 剃得特别 臂体特别平整 没有刀花 一刀下来 然后再往下走 反过来 看这个刀啊 老是这个肥肉和瘦肉之间 走 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走 哎 这排骨又下来了 看拿这个前腿怎么拿啊 前腿 往下抬一下 正好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下刀 前腿上边 紧插着这个月牙骨这个边 下面露出这个大肉疙瘦肉疙瘦 哎 这就合格了 这刀下成这个人 这就合格了 去前腿 先把这层筋膜 薄薄的去下来 这没有多少 哎 去下来它就好看了 来 前肘 看好啊 正好去到这个肉皮这个位置 你看 转一圈 你看 正好把这个肉皮 肘子 这样去 然后中间来一刀 上面是梅花肉 下面是扇骨 记得扇骨上一定要带肉啊 薄薄的包上一层 轻轻地撕下来 它不能撕到底 撕到底太光了就 上带一点肉 咱们的扇骨就剃成这个人 再反过来 上面 这个人 最后把鱼牙骨去下来 这一片肉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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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